各黨團的三長 還有行政院 侯貝山副秘書長 還有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長 朱卓秉先生 公務預算處 張處長 各位委員先進 各位列席的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現在我們就開始進行今天立法院 朝委黨團的協商會議 那今天協商的議題最主要有三項 我這邊練一下 第一項就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九條之一 即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案相關事宜 那第二案就是嚴商行政院韓勤扁院 同意前瞻基礎建設後續四年預算籌編相關事宜 第三是嚴商各黨團推薦代表組成財政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 第七屆董監事審查委員會相關事宜 這個已經簽好了 第三案都處理好了 有關於列席的這個關聯 我剛才已經有介紹完畢 介紹完畢就不再重複 那接下來就是剛剛因為各黨團大家都已經有簽好了 就有關於第三案 第三案就是第三案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決定 因為各黨團都已經簽署了 我們就把這個決定先練一下 看大家有沒有意見 決定 決定事項 第二案有關行政院韓勤推舉社會公建人士 組成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董監事審查委員會議案 依政黨比例 由民進黨黨團推舉8人 國民黨黨團推舉5人 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黨團 各推舉1人代表組成 請於4月16日星期四下午5點前 民眾議員送至議事處會長 議事事同放棄 那這個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這樣決定 好 謝謝大家 那現在我們就 剩下兩個案了 這兩個案 我們就 要一起來政府討論還是一案一案 我看一案一案 我們先進行第一案 委員長 陳希文請我先談一下好不好 陳希 今天早上國主計畫法在委員會審查 那大家 把事情都講清楚了 也就是說國主計畫法 明天由 管閉營委員黨給陳怡森委員來出審 然後明天出委員會嘛 那因為這個法是到4月30號 我們必須要修好 否則 否則這個法審查根本時間不夠 那早上我們跟我們黨以及那個民眾黨也提到了一下 就是說 剛好也在現場 那我們今天是把這個案子也談一下 就是說 這個案子也我們來排除 差點想起一個月 反正要說明天出委員會以後 明天出委員會以後 我們可以提早學長在4月30號以前 把它來完成 因為我們到4月 下禮拜24號以後 直到下午以後 直到早上總結束 開始可以處理法案 那有些就有時效性的法案 我們是不能夠提早的來處理 這一點是不是也把它列為第一案 這比較簡單 那同意的話 是不是可以列為第一案 那剛剛這個柯總召 柯總召這個建議 因為這個有一點時間性 那看我們今天就把它列在第一案 大家先討論 可以嗎 沒有意見我們就列為第一案 第三案一樣都很單純 好 那列為第一案 就這樣 那其他兩案就順延 變成二案三案 好 我們現在第一案 我們就大家來 請各黨團看有沒有什麼意見 第一案 是不是可以排除超級鄉起一個月 在4月底以前把它完成 好 那反正現在已經很單純了嘛 15條不修 只剩下45條 就時間的問題而已 明天要審查 什麼密語 那還 還會招出超級協商 還會招出超級協商 好 還是要寫 把它寫一下 要寫一下 好 那看第一案 大家 應該這個 因為有時間 現在 國土計劃法 就國土計劃法 排除一個月的 超級協商 所以因為他 會來不及嘛 所以我們就把 所以是臨時加進來的 對臨時加進來 剛剛臨時加進來 我想最主要還是 早上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也有討論 基本上 一開始是國民黨招委 先排審 那後來經過協商 明天 就繼續還是由國民黨招委 來續審 那原則上 條文不多 爭議也不大 如果只看 這個提出國土計劃的期限 往後延 那只是說在延多長 所以基本上 朝這個方向的話 我想 原則上明天沒有太大爭議 事實上 到審完為止 應該是可以出委員會 但這過程當中 即便明天如果可以順利出委員會 或即便到下一周 禮拜一 國民黨招委繼續在排 時辰上面 然後由他召集協商 送院會處理 都趕得及4月30號 最快4月20到24號就可以協商 最快4月20到24號就可以協商 以後就 招委也會去召集協商 那我們主要就是說要排除這個一個月的協商期 那國民黨在這一部分我們是同意 因為我們會排審主要也是因為4月底之前 國土計畫法就到期了 不得不修改 排出這個一個月的協商期 那我們也會要求我們的招委 盡快的召集協商 所以今天主要是針對說排除一個月協商期 的這個冷凍期的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是同意 謝謝國民黨團 同意排除啦 不然的話這4月30號就來不及啦 現在也沒有要修15條 對 好 謝謝實力黨 那民眾黨黨團 我們這邊沒有意見 只要不修15條 只要就45條部分 OK 我們同意 好 因為爭議性的條文 現在已經拿掉了 好 那謝謝顧黨團 那我就把 院長最後補充一下 我留個記錄 因為我想排除一個月協商期 好 好 那謝謝各黨團 我現在就將我們 本案的決定 決定 先讀如下 各黨團同意國土計畫法修正案 等案 不受黨團協商期一個月之限制 並於4月底前完成立法程序 並於4月底前完成立法程序 有沒有問題 一案 我們要等案 就看他回來 一案 一案 不可以偷渡 一案 不同版本 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修正案 就這樣 就是這樣 對不對 這版本有好 但是是不案 案是一案 好 我再重新先讀一下一遍 各黨團同意國土計畫法修正案 不受黨團協商期一個月之限制 並於4月底前完成立法程序 好 明明見我們就這樣決定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個 那個 請拿給那個 柯總招先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對 我們 就針對 嚴重突出器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那這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來院長 各位委員同仁 有關於我們今天的 接下來這個案子 我想大家很清楚 過去我們曾經處理過 就是這個特別條例 特別條例完畢還有特別預算 那 警隊在上禮拜是 這個休假的時候 特別召開 召開臨時宴會 那把這個預算意義增加 那意義增加的時候 當然增加1,500億 當然以後就是這個條例要休 因為條例是 僅限600億 所以今天我們針對 條例的問題 我們要談一下 其實還是一個重點 我想上次我們條例的時候 大家都排除一個月血量期 馬上處理 那今天也要拜託我們 所有黨團成員 那我們是不是比照過去一樣 就是說排除一個月的血量期 那這樣的途徑的時候 因為他昨天程序委員會已經送進來了 盤在禮拜五的宴會 所以禮拜五的宴會 我們會提案 就是說 禁貨讀 禁貨讀 就不會走委員會程序了 禁貨讀以後 那裡面有一個案子 就是史萊麗樣的案子 因為史萊麗樣的案子在昨天 掛進來的時候 被人家會委員會程序 所以我們要同意把史萊麗樣的案子 抽進來 並按審職務宇 那禮拜五還有一個 就是曾民宗的案子 他也是和現在的案子並在一起 因為史萊麗樣的不能把他拉進來 這樣才會有各黨的意見 所以第一個 禮拜五經二度的時候 那我們也同時要同意 讓他把史萊麗樣的案子抽出來 抽到經二度 他已經復委了 把他抽到一起清二度 以例大家以後 禮拜一要協商 當情況底下 讓拜一來才來協商 我想各位委員都應該很清楚 這個特別條例總共18條 那現在看起來 就是行政院兩條 那實在要四條 生命中也四條 那上18條 我們在這裡協商一次 差不多六個鐘頭 好六個鐘頭 稍微會到七點就算了 然後再去處理表決嘛 好不好 所以我們假如這樣的話 我們禮拜一 是不是禮拜一早上就請院長來召集協商 因為只有四條 我相信很快 那禮拜二剛好早上還在總執行 那從總執行到禮拜二全部結束 半天都結束 半天會到的時間 變成討論事項 那我們大家同意把這一個 例如 禮拜二下午的討論事項 的這個案子 但後來禮拜二 不一樣 盡量協商看 很快 哇 沒有辦法就是處理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立法院 對這個疫情 現在一直擴大 我想大家都很擔心 天天都在看 到今天舉例 所以這種 立法院在這個題目上面 過去也是很快 馬上排除草野 想起 然後剛才排除草野 協商 爹爹把事實在的案子 也抽出來一起避難協商 第三個 是不是下禮拜一 我們就來協商 接下來禮拜二下午空了 因為就沒有 立法院就開始要審法案 然後我們把這個當作 第一個法案來審處理 然後大概就是 這個程序性的問題 拜託各位黨 大家都可以同意的話 我想這個事情就 事實上也單純的 好 那 我們從頭以後 電腦就來報告 好 待會以後再附個 人家 後面還有程序 好 就這樣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針對 第一點 紓困條例 這個 要再修正 這個排除一個月的協商期 這個國民黨同意 這是第一點 那另外就是納入其他黨團 包括本黨的這些版本 在禮拜五一併出力 這個我們當然也支持 各黨很多簽 那再來就是說 預計 在下禮拜二 禮拜一 曹緯協商 禮拜二來處理 願會處理 那這個時程 我們希望在禮拜一 這個 曹緯協商之前 能夠提出 包括第一期 現在執行狀況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第一期 那個六百億 這個現在是要 修條例 然後要增加這個 另外一千五百億的預算 那總要先了解一下 第一期執行的狀況 尤其是紓困那一部分 防疫的部分 大家比較沒有意見 就執行的應該都很到位 大家也都是非常支持 但是紓困的部分 就是大家意見比較多 那你第一期執行的狀況 怎麼樣 總要先做一個 書面的報告 那另外 當然對於第二期 我看主要也是在紓困的部分 包括很多的項目 對個人的也好 對企業的也好 那總要 我們希望是說 行政院這邊 也要提供一些 大概的方向 項目 當然我們知道說 審查預算的時候 才有細項 但是你現在進來的時候 增加了一千五百億的這一部分 那你大的方向 也要有一個說明 我們希望禮拜一 他可以提出來 好 我整理一下 有看大家 這個林維斯總召他 如果有 我講錯你就要跟我講 第一 排除一個月同意 第二 這個4月10號 就是周五 這個二讀 包括水利黨 這個抽出動議 這個 這個也都同意 那第三 下個禮拜一 就是4月13號 食指協商也同意 但是在食指協商之前 要請行政院提出執行情形的書面報告 這樣我幫他整理一下 來看各黨團 民眾黨 他們說要保障 保障接吻 你好 好 謝謝 我們總召的意見 我再做一些補充 那 第一個 我們當然 支持我們 預算的追加 還有整個時程怎麼樣 讓我們的時程能夠縮短到最快 能夠讓我們國家面對這樣的一個 重大的事件的時候 有辦法去做因應 但是 剛剛總召也提到 就是說我們對於 這一段時間來 我們預算執行的狀況 基本上是要給我們國人做一個了解 要給朝野同仁做一個了解 第二個 我們在整個預算匡列的過程裡面 兩千一百億 那當然還有包括我們基金或者是非基金的部分 我們還有遺反季級的部分 應該要有一個統合的說明 要有一個統合的說明 換句話說就是說我們一兆零五百億 其中七千億 是所謂的貸款的部分 就這個融資的部分 那這些融資的部分涵蓋的是哪些範圍 至少要讓大家知道 然後它的計算基礎是怎麼樣 應該是要讓大家知道的 第二個我們還有的特別預算裡面 前面的六百億再追加遺反季級四百億 以及後面我們追加的一千五百億 還有一個兩百二十六億的這一些遺反季級的部分 這些部分你要把整個匡列出來 讓大家了解到我們這一次真正用在 就是我們的武漢肺炎的部分 有一個整體的論述 然後告訴大家計算的清楚 為什麼這樣算為什麼這麼多錢 我想大家不會有什麼爭議 這是第二個我要做一個補充 所以希望你們把這兩個資料 你們要做一個書面的補充 這樣子我們實質上的協商可能會比較清楚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要給 就是給我們幾個在野黨 他們也能夠提出一些細項的建議 就讓這些在野黨的這些建議 在實質協商的時候 怎麼樣讓行政院跟在野黨的相關的建議 把它融合在一起 變成我們整個紓困的一項 是全民大家共同要去做的 一個紓困的這個 這個武漢肺炎的這個 防治跟紓困的這個這個預算 這樣子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我大概第三點建議 第四點建議 我們現在行政院對外面公布是講說 我們要追加預算一千五百億 變成兩千一百億的一個額度 但是我在這裡我要提出一個說明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預算法裡面的規定 預算法裡面的規定 所謂的追加預算 是應該是在附屬於總預算 如果從他精神上面是應該附屬於總預算 才叫做追加預算 所以我們看從中央政府82年以後 包括921震災這樣的一個災害的這個特別預算 很多的特別預算 他額度再大 第一個他基本上他不是用追加預算的方式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看 如果說我們今天追加預算的額度 是比原來的特別預算的額度 高過2.5倍 那代表我們這一次的總預算 就是第一次你們提出來的防疫的特別預算 是完全失敗的 就是代表行政單位亂七八糟 你就是隨便糊弄給拿一個預算給大家看 然後就是要要錢嘛 我們今天不能給外界感覺到說 我們是沒有經過嚴格的這種審議 或者嚴格的評估 我們整個防疫要怎麼做 書困要怎麼做 振興要怎麼做 匡列他的整個總預算的規模 將來國際情勢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規模要多少 你第一次提出一個600億 然後追加預算一千五百人 就套那個追加預算 比總預算要特別預算 比較多的 剛才剛才就經營過 從來預算法裡面 在編列幾十年來 從來沒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的建議是 我們今天如果說要一千五百億 國民黨的立場我們沒有反對 我們也支持 但是我們希望你們不要用追加預算的方式 而是用第二期的特別預算的方式 或者你用總預算的追加預算 我們都比較可以接受 就在規模上面來講 這樣是比較清楚的 我們今天碰到 國際情勢比較緊張 而且範圍又變大了 所以我們覺得要有第二期的預算 而不是用追加預算的方式 這是第四點我做的建議 第五點我還是要回到第一次 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講過的就是 我們這一次既然給你這麼多時間 我們的額度 我們也絕對沒有反對的意思 那我們希望你們行政單位 一定要謹守預算 Benson的精神 這一次我們希望要回歸到 就是總預算的 就是我們預算法裡面規定的 我們留用的規定 希望是僅現在 機關北裡面的 留用 可以排除預算法 62條跟63條的規定 我們希望的是 就是將來我們這個 這個特別預算跟它的 第二期的特別預算 它的流用是回歸到 我們預算法的 這個機關北裡面 它是可以去排除 預算法62條 63條 換句話說就是說 衛星室的錢 希望人們拿去農委會 農委委會 希望人們拿去經濟 沒有經濟 希望人們拿去海巡署 我只是要求說 我們在機關北裡面的預算 你可以排除 預算法62條 63條的規定 因為我們現在 沒有代理反對額度 我們也支持大家 趕快把這個預算通過 也給你們足夠的時間 去做這些事情 你們也可以好好的匡列 預算不要說機關北 又可以留用 然後又可以跳過機關北 這樣子我覺得 破壞預算制度也不好 這個大概我的補充的五點意見 我想說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全民 大家都願意來支持這樣的預算 而且我相信 我們今天也才有辦法樹立一個 我們面對國家重大災變的時候 立法院支持這樣的預算 但是我們沒有破壞制度 也嚴謹遵守我們勘警的荷包的責任 以上的意見請大家指教 謝謝翁委員 做準備一下等一下一起打呼 那我們先請高委員 因為剛才有起手 好 謝謝院長 民眾黨黨團這邊呢 首先就是很感謝院長 這裡剛剛有提到的部分 也是跟本席在昨天院會總質詢的時候 跟蘇貞昌院長所提到的類似就是 我們希望說呢 在我們在審查第二期的預算之前 我們能夠得到行政院完整的書面報告 告訴我們說第一期的這個特別預算600億 目前到底執行的進度如何 那這個有助於我們立法院立法委員 在行使我們的監督職權的時候 能夠更有效的去了解 我們在第二期的預算 應該如何來做一個把關 所以今天我們也有做了一個提案 在這邊也送到我們大家的手上 那當然還是要提醒一下 其實我們這些超前部署 或者是先去編列我們第二期的這個特別預算的行為 其實民眾都是非常的有感於疫情變化 變化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其實本期也並不是在責怪說行政院 就是在第一期的600億預算來講 可能編列的過少 或者是刮一樓彎等等遺漏的問題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這些超前部署是否能夠真的有效 其實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個行政院的執行單位 是否對疫情的這個預測 是能夠精準的去做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在產業受衝擊影響的這個盤點 是否正確 那這兩件事情 目前我們在第一期的600億的預算 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確實是看到行政院各部會 一直給我們打包票說 就是我們有做過盤點 那看起來我們立法院的各黨團 也都是採取一個非常信任 而且給予非常多的彈性 讓大家可以很有效率的通過 但是看到第一期600億 很多的部會導致說 他們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掛一樓彎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 教育部只編了防疫物資 但是呢 在我們的遠距教學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揚 可是完全都沒有編列 所以在這部分 還是非常希望行政院的各部會 你們可以把我們 不管是說在第一期的600億之外 可能還有包含我們在各個產業 目前在第一期的預算 他們使用的執行的效率跟進度 還有包含就是各個產業 他們受衝擊的影響 一定會有優先順序 因為我們政府的錢就這麼多 那你一定是救急 救最紓困最必要的那幾個產業 我們是要優先 而不是說我們好像有一個統一的制度 就是所有產業可能 他的受衝擊影響不同 可是他可以用一樣的制度去申請 所以這個希望行政院可以給我們 更多的一些書面報告 讓立法院可以就是進行更完整的監督 在這邊跟主席 也還有各個行政院部會 大家表達一下民眾黨黨團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高委員 謝謝 來請去委員 好 院長 各位同仁 那實在力量的立場 就是支持這個紓困力道要加大 因為在上一次我們在這邊審的時候 應該是2月底 那時候的這個疫情的狀況 跟現在的疫情的狀況 這個是差距非常非常大 那就像剛剛柯總召提到的 現在每天幾乎全台灣都在關心說 到底有多少個確診 那已經蔓延到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那在全球性全球化的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對我國的產業的衝擊非常大 所以實在力量的立場 一定是支持這個紓困的力道要加大 所以我們也同意就是 排除這個一個月冷凍期趕快來審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包括這個行政院的版本 以及這個我們的版本 或者是其他黨團的版本 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在這個部分一起來審 因為我們一向的主張就是說 這個防疫要超前部署 法律的層面也要超前部署 那我們把這個防疫條例 能夠這個盡可能周延的 能夠把它這個修正能夠完整 然後讓一般的人 受規範的人民也有可預測性 那將來假使 就如同上一次的SARS案件 假使這些的指令 之後受規範的人民 他去提起行政的救濟的時候 可能這個機關這邊也有一個比較 這個充分的這個說例 一個充分的依據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向就是說 認為說應該是這個防疫要超前部署 法律也要超前部署 那就這個預算的部分 提供一個意見就是說 這個預算可能 因為之前是說要這個防疫 然後紓困政行三個階段 那除了這個現在這個紓困 這個非常及時之外 可能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防疫這個配備沒有買齊的部分 或者是因為資金的問題 所以沒辦法買齊的部分 可能機關這邊也要趕快把它補足 像這個放射師 它的防水隔離衣的部分 這非常非常的及時也非常重要 這是第一線的 那防疫的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紓困嘛 紓困的力道要加大 那現在還沒有到這個振興的階段 可是之前的這個防疫這個部分 沒有能夠這個充實它的基層的 比如說消防員 護士醫師 或者是放射師等等 醫師人員的配備這個部分 可能機關也要趕快 利用這樣的一個追加預算 通過之後趕快來處理 那再來就是說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剛剛柯總早有提到 那個星期一的部分 如果你星期一處理 那這個星期一的早上應該是委員會 那所以是不是應該是說 下午來處理 還是說要怎麼樣的做法比較理想 好 下午可以 下午 就下午協商 星期一 就是說 星期一協商 我們安排在下午可以 好 那就謝謝各黨團發表的高見 那接下來就請 來主席長 中午說明一下 剛才各黨團發表的高見 中午說明一下 這個院長 各位委員 主席總數中午說明一下 這個原來只偏六百億 現在變成說 再加追加預算一千五百億 總共變成兩千一百億 那是因為的確是 因為剛才各位委員先進所講的 是因為疫情的變化 造成這個 所謂的這個 跟原來的預計不一樣 原來是只有在我們 在邊預算的時候 歐美國國並沒有這麼嚴重的一個疫情 現在 原來是只有中國大陸 現在是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 是說原來那個是 我們沒有辦法 這個是預測的 而且當時候 一般國際的媒體機構 也都是認為說 或者是專業機構 也都是認為說 大概會到六月底 就大概可以結束 第二個 為什麼採用追加預算 我不是說另外再提一個特別預算 是因為我們這個第一期跟第二期 它有一個銜接 另外一個特別預算 這跟原來的預算是兩個獨立的預算 那你追加預算的話 這跟原來的預算是一個合一的預算 那我們有很多事情 它是一個延續的 所以應該是用追加預算 才能夠顯示說 目前的後面到這個1500億跟那個600億 它是一個一體的 所以是一個延續的 我不是說兩個分開是兩個獨立的預算 因為最佳預算是原來預算的 一個所謂的一個 兩者是要合在一起 兩個獨立的預算 就沒有辦法顯示出 它整個一個 預算的一種效果 至於說要不要說這個所謂的62條 63條要不要做修正 我們尊重大院的一個決議 不過我們認為說 我們會有這個排除62條 63條就是為了維持一個彈性 我們行政院也訂了一個 有用的一個規定 就是首先說 在同一個機關類 是由那個各機關來決定 但是如果超過5000萬的話 就必須再送給大院來到 又必須再送到大院來 這個就是說尊重大院的 所謂的一個審議權 剛才有人提到這個特別預算的 目前執行情況 我們會因為原來的那個條例 是三個月提書面報告 我們會遵照那個規定 我們來提列 至於說我們的執行情形 將來也許院長在那個大會的時候 他可能會提出報告 至於說這個採業政策的優先順序 我們是特別注重這個損害比較大的 像交通、旅遊、餐飲、服務業 至於說紓困力量應該加大 我們就是同意我們紓困的範圍擴大 那個醫護人員的那些配備必須增加 像我們有特別注意到防護衣的問題 除了口罩以外 有防護衣的問題 也有那個呼吸治療器的問題 呼吸器的問題 我們現在都正在處理中 謝謝 高委員 不好意思 蘇組記長 我還是要先跟您提醒一下 因為昨天我們在院會的時候 直詢的時候 我本期同樣有提到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因為您剛剛講到 如果是按照條例的第18條 要到三個月的話 其實5月25號 我們可能才會拿到行政院的書面報告 就是關於第一期的執行進度 但是那個時候我相信我們的第二期預算應該已經審查完 如果按照柯總召對媒體說的話 應該是5月初會完成 所以這個部分 昨天蘇院長已經在院會質詢的時候回答的時候 已經是 他承諾是同意我們 可以在第二波的預算要審查的這時之前 就能夠拿到執行的進度 所以這個可能主記長這邊還沒有cash到 我們最新的這個院會的一個 就是蘇院長的承諾 那再請主記長再思考一下 就是說我們還是希望在第二期的預算審查之前 就能夠看到我們第一期六百億預算的執行進度 謝謝 好 江委員 我想我們也是再次強調 就是說現在如果說要討論第二期最佳的一千五百億 總共兩千一百億 很重要是第一期第一階段六百億的執行成效 我們必須要了解 因為事實上在當時 第一階段我們在審調議的時候 針對這六百億 為什麼是這個規模 當時我們在這邊協商也提出來 證明中委員也說這個規模 可能無法因應整個疫情 而且很重要一點 我還是強調 舉一個例子 當時 我就在質疑 勞動部在第一階段六百億 編入的預算是零 當時蘇院長還有許明春部長信誓旦旦說一定夠 說一定夠 說救安基金可以撥41億出來 我說這個疫情一直在持續 未來萬一不夠怎麼辦 他們拍胸部跑證不會不夠的問題 在第二階段現在多了三百多億 好 我想可以說當時沒有預期疫情會變這麼嚴重 但是現在就要讓大家了解 除了第一階段六百億 你執行的成效如何以外 那現在你追加一千五百億 你要怎麼樣告訴大家 足以因應接下來的疫情 所以這個是你初步執行各項目各計畫 完成了哪些哪些還沒有 這個必須要初步讓大家知道 我們才了解說 那你現在做的評估第二期 接下來這個階段一千五百億 是不是足夠 能不能達成效果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了解 所以好 今天如果說下一週一 決定要召開協商 在這之前 我希望主機總處或相關單位 能夠提出六百億 執行相關的成效 那再舉一個例子 今天行政員出來講 說他們的薪資補貼 針對三百萬人 三百萬人 會有1035億的薪資補貼 對象有很多種 就以這個例子三百萬人 為什麼是三百萬人 怎麼來的 這個資料能不能給大家 因為就我們國民黨團一直強調的 發放現金 即便我們照所得稅率 0%到5% 弱勢中的弱勢 我們給他信心 都會總共加起來五百多萬戶 那以現在平均一戶二點六人 整起來都有一千多萬人 好 那我們做牌付 一定存款 一定房產排除掉 也絕對超過三百萬人 大約五六百萬人 當然細部可能要主機單位來提供 舉這個例子就認為 你現在匡了一千五百億 是不是真的能夠如你所講的 幫助到能夠實際需要的人 所以你初步的規劃 人數不足的對象 你一定要讓我們了解 讓民眾知道 否則會不會接下來 隨著疫情可能 如果我們不希望 但如果又再持續擴大 是不是我們又要坐在這裡 又要再討論 要不要追降 所以要先讓我們了解 第一階段執行成形 一千五百億夠不夠 能不能達到效果 你們規劃是什麼 初步要了解 在禮拜一寫上之前提供給我們 謝謝院長 我這邊先補充說明一下 當時六百億的狀況 當時大家都是用 十七年前SARS的規模 在思考這次的疫情 所以行政院也是秉持著 省著用 然後彈性用的角度 在編列那六百億的預算 那這次因為要追加 所以很多委員剛才講的 就是說希望提出執行的狀況 我覺得這也合理 不過就是說大家要了解說 因為你去告訴大家說 你執行狀況先拿出來 就會讓外面誤以為說 這六百萬六百億是要用完了 你才要申請第二筆的一千五百億 其實狀況不是這樣 特別條例 他的那個落日是到明年六月嘛 那甚至是申請補償 隔離的補償 他還有兩年時間可以申請 所以那個並不是說 你要說你執行狀況是怎麼樣 已經執行的差不多 算了 才來立法院要求 這第二筆並不是這樣 我先說明一下 可能委員沒有誤解 但是在看今天直播的人 會誤解說你是六百億用完了 那現在因為我們整個疫情的狀況 全世界的狀況大家都曉得嘛 他在追加這個一千五百億 其實後面還有九千億是政府用長年預算 那用其他的經費 那如果你疫情再往後拖 那有可能是用明年的預算 也不是現在可以預估的 所以這整個行政院 行政院在編列的這個追加的一千五百億裡面 我在強調並不是六百億已經用完了 所以我覺得行政院等一下要說明一下說 你們可以提出什麼樣的報告 什麼樣的預期 但是這個不是要求執行率 那如果說你要求說 各機關之間不能留用 其實我剛剛講嘛 省植用跟彈性用嘛 這個部分也請大家了解 也請大家再思考一下 因為SARS是五百億的 是十七年前的 那時候經濟規模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那行政院在第一筆的時候 本來都覺得國內有夠了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來 郭總召 我剛才很仔細聆聽各位的告見 今天所提出的任何執政 我想執政黨都會悉心接受 那今天我們會講程序一些問題 講到預算列容去了 將來還有很多機會來談這個問題 但是今天我要談的就是說 剛才正義門委員講的請大家思考一下 不是說不夠了 我們現在才要再加 這個是疫情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要做一些經費上的超前部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為什麼有一千四百 本來是六百嘛 不就是以前用SARS用五百 用兩百幾萬而已嘛 那現在都不一樣了 這個是大家天天都很緊張 這個將來PASSION起來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所有的產業所要衝擊 包括各行各業所要衝擊 所以這些政府一定是要超級去部署這些 船籍來嘛 那船籍中間當然是六百就不夠嘛 所以還有一個四百 後來有提到一個四百嘛 還有一千嘛 那些都是空一個將來以反即即要用的 一千四百億 要用的 所以再加上這一次一千五 加起來再三千五嘛 所以這一次是要追加一千五 那一千五百 那還有四百 有四百和一千四以反即即 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看所有的 剛才所有的能人的談話 對於經費是沒有意見 那對經費是沒有意見 那是你的成效怎樣 這個不是和公共工程的概念 那公共工程的概念 好的概念 所以在這點上請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來看待 這是所提的版本 所以我估計在這間上的時候 證明中以前一直講說 五百夠不夠 六百夠不夠 六百夠不夠 六百夠不夠的話 多一點沒關係 甚至到委員會去 大家工程會天天在講 多多一點錢 今天多多一點錢的時候 要是不是有意見了 剛才沒辦法 我想這個觀念要先調整一下 好 我們看證明中版本怎麼寫 我們增加一千 總共這五百 六百就是兩千一嘛 他寫加碼叫兩千二 一月二的時候可以到三千三 實際上你們這個公共黨版本是這樣 我們剛才是 證明中不是共黨 OK 那我都承認 沒有關係 沒關係啦 證明中是你們很資深的 很前衛性的 你不承認這個問題也沒有關係 將來你要減少一點 我也有 這個大家直接公論了 這個大家最後都要一決了 所以說 大家的思想都是這樣 那今天是要來 為了未來 就要來 解決問題 大家來想 今天不是說 說議選 講得很細緻的 包括剛才 主委長對翁仲英委員的一些回應 我在這裡 你聽話嗎 你老委員 議算法79條怎麼說 特別算可不可以追加 當然可以追加 你剛才說 特別預算不可以追加 而且 我們這特別預算是 一年期的 跟馬鈴 跟馬鈴 老闆嘛 所以他有 期限性說 你不可能再辦二期 都是在這裡集論裡面 當然是追加嘛 所以這個概念 我們從法上面 特別預算當然可以追加 你說不能追加 不能追加 還要辦二期 我們時間已經定時了 哪來二期可以辦 所以這點你先請看看 沒關係 你扁得等一下扁 我們大家平常好 你在那邊轉 我都在那邊聽 現在我說的請問 請問 請問不錯啦 多點差不多啦 第一點 你又才62條 63條 有用的問題怎麼樣 今天不會 又是老生常談 這個一個預算 所有提出來排除 排除1262 63 有用的問題等等 都是國民黨提案 每一黨提案都是一樣 從以前到現在 國民黨執政 民黨執政 所有有關 災害防救 主要救援等等 都是排除這些 那其有說 我們第一期已經通過 第二期 再共有一個不同的缺點 欸 這也很奇怪 倘管節預算 你可以千兩百 一百 可以有用 為什麼可以有用 我想這個邏輯上 我想我們大家 就不要在這裡再做爭辯了 因為那是要 夠放 現在很嚴重的時候 其餘的可以 有夠不 也許夠 也許不夠 所以最好 最好是夠 最好不要再來 所以我還是在這個觀念上面 至於 高委員所談的 實在一樣 民眾黨當初提出來 三個月報告 是你們提出來 可能是 那時間還沒到 當然你要稍微 你要問一下說 執行成效 大家會有個後悔 但是從 其餘的一個觀念 這不是公共工程 這是有的 都 剛才我們講過 說欸 勞工怎麼沒辦法連 市民村說 部長說 有 我們就要安添其金 現在這邊又 又要再多一點錢 在給我勞工上面 這個 情況 變更原則 嘛 大家都受不了 國家的事情嘛 沒辦法把一句話說 啊 現在又沒辦法更加 那這個我想 每一個人 對這個 衝擊 有一些想法 我想都是很好的 包括我們以後的 書庫的優先順序 等等都可以談 我希望我們今天是談 整個程序性問題 如果實際性問題 要講 馬數也沒辦法 是不是這樣 那我想 應該把這個題目 應該到此為止 程序性問題成功 以後 你不要 什麼意見 要什麼 什麼條例 預算的報告 你怎麼問他 預算他處理處理 都可以 好 好 來 方委員 我要呼應一下 時代力量 跟我們市議長的 的這些意見 剛才在說 他們的意思 應該不是說 我們今天六百億用完了 所以才提最佳預算 他們要了解這六百億的 使用完的情形 績 怎麼樣 不是這個意思 他們兩個意思都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剛剛都誤解 我覺得我聽 我是覺得聽起來是誤解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們今天希望讓社會大眾跟我們立法院 朝委同仁都了解的 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兆五百億的規模 要解決武漢會員的相關的問題 那有關融資的財源七千億的部分 我們怎麼去分配怎麼去使用或者怎麼去帶去取得財源 另外的特別預算裡面一千五百億跟與反季級的總共有三千五百億 這三千五百億裡面我們大概所有整個把它匡列出來之後 哪一些細項對象是什麼樣補助金額是怎麼樣執行的方式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期限是怎麼樣怎麼計算這些基礎把它做一個清楚的報告 讓立法院的動員大家可以請就不要像上一次這麼比較粗糙 所以今天不是說六百億大家質疑說用完了績效怎麼樣要追加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是根據他執行的狀況 我們可以再做後續的這些補強跟修正利益至善 絕對沒有人給我 這個是第一我要呼應他們兩個人 我們來回憶一下好不好 好 先不聽一下 前幾個都不記得 我們議選三個十八都通過了 政府二十天你說要績效 我沒有講說要績效嗎 這個題目不要再談好不好 這條文不要講 所以我不要講他們兩個不是在講這個嗎 我不要講 只是在執行的情形我文字怎麼正確強 你不要講另外一條文字 第二個 我給你回應一下好不好 什麼回應一下 你不要講了嗎 沒有我在講 我在回應你的事情嘛 第二件事情就是 不是說追加預算不好 而是我覺得我們過去很多 特別預算的編列也都有分歧去編列 所以我的意思 我們921也有年度一致的啦 921特別預算裡面 也有第一期是90年1月1號到90年12月31號 第二期是90年1月1號到90年12月31號 也有這樣的情形 我只是建議說 假設我們今天不用追加預算 因為追加預算的規模也不要比原來的規模更大 那我們用第一期預算 第二期預算 我們分連編列 你們要怎麼去調整預算 你也把它做一個匡列 匡列之後 我們大概預算做一個精準的判斷之後 如果在機關別裡面有20%讓大家去留用 應該我覺得也綽綽有餘 我們在排除62條63條的規定 甚至可以留用20以上 我們更寬了 那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只是希望說 將來我們的預算的執行 不要在機關別排除機關別 而是在機關裡面 是可以超過20%的流用 你們也盡量把預算寬列 就寬列的時候 比較精準的寬列 我只是這個意思 沒有什麼不 只是我們在堅持的是一個 預算編列的一個精神而已 這個是 主席 這個剛剛其實主記長 主記長有回答過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它這個預算有一個一致性 那差異值在哪裡 差異就是說 當初這個3月18號通過的時候 或者是說2月底的時候 我們在通過這個防疫條例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這個疫情 還沒蔓延到歐美 那現在整個狀況就是 確實比過去 我們在這個審這個預算的時候 它的狀況 或者是群眾院 他所提出的這600億的估算 更嚴重 所以它一個很明顯的就是說 防疫紓困振興 那很多的措施都是說 好那將來通過之後 等到疫情穩定之後再來振興 那現在從各方面的訊息 得到的這個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說 現在很多我們台灣的3月 已經動不動到振興的時候 所以紓困的力道顯然就是要加大 那這個特別預算超過它本來這個規模 這個是因為現在的疫情的狀況 確實是非常的嚴峻 那就是說如何幫助我們國家的這些產業 或者是說這些勞工 要怎麼抖過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覺得說 因為未來我們也不可以預測說 這樣的疫情 它到底在全球 或者是說這個 在我們台灣的位 它的嚴重狀況如何 至少就是說 現在的情勢 確實已經變更了 所以就是說提出這樣的預算 然後它用追加的方式 因為它的這個狀況就是說 它3月18號通過這個時候 這個預算到現在也都還沒有執行完畢 所以它用追加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剛剛其實主席長也有回答過這個問題 可以 可不可以讓我整理一下 我再講到最後一次再整理 好不好 我想 我用前選委來講 你們大家都知道 這二十天不可能 甚至洪海南河也不可能 又二十天把它執行完畢 這不可能 我們就這一題不要討論 第二題的討論就是翁崇敬的公文問題 六十天到六十幾條 那主委長也講得很清楚 那個劉翁翁 五千萬以上送來 那個有 那是答應的 那是額外的答應 那都照做 不行 他說 他說 一千四百就怎麼騙怎麼用 其實 行政開過記者會 網路上都查得到了 都查得到了 他那個都講得很清楚 包括各部的 可用的 可用的基金拿多少 國家基金出多少 那個西部都很清楚 而且 公佈過了 我這一點也不太好問了 公佈你給我們指導一下 有啦 網路就有啦 那就是開支這裡 行政院開支哪裡 沒關係 不應該先給立法院嗎 對於外區 開記者會 不用給立法院 沒關係沒關係 大象 大象的 都是大象 現在我是說大象的 等一下 我把他講完好不好 好 特委預算 要不要可以不辦 追加 當然是可以辦追加 你講集中 九二一一期二期 九二一的情形 的時候 我想你再當立委 我再當立委 大家都很清楚 立法院是立法院要求把他砍掉 一千億把他砍掉兩百七 這樣 叫他做第二期來 當時是立法院要求了 你沒有說 那個特別預算 不能辦 你現在說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要怎麼來 現在沒辦法去處理這個 沒有 我相信 特別預算 不可以提追加 你 我開始這樣說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八十二年以後 八十二年以後 比較少 但是 辦追加預算 而且 規模從來沒有 特別預算 比原來的預算規模還大 對 我現在說得聽 我們之前說六百 現在要說 政府要說 美國各國都幾兆 我們六百 當然是不一樣 一定要追加 然後我們只能夠追加六百 追加五百 你 這個 這個我們也講不出口來 所以今天要超級不俗一些 我的意思 只是說 我們今天 沒有一個法例是說 追加前後的大小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一千五百億 我們不是 不是不同意嗎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用 過去的 沿用過去的特別預算 用一期二期 分期去編類 現在就不知道了 一期二期 這種方式 怎麼會 主界長剛才在說的意思 是沒辦法去處理 我來説明一下 我來整理一下好不好 這樣 到底一期二期 和這家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這個 Pointer是要幹什麼 東西 好 我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再請行政院 在收費地下這樣好不好 請 因為已經讓大家 非常廣泛的發言 我都讓大家盡量唱所欲言 那 因為有引用到 這個九二一重建 那 因為我九二一重建 那個預算 我那時候在行政院 我當副院長的時候 那 那個預算 兩千 我記得二一三二 兩千一百三十二一 還是多少 差不多兩千億左右 那個特別預算 那 現在這個特別預算 跟那時候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九二一重建 那個重建的經費是在 我當副院長 也就是說民進黨 那時候阿扁上台以後 但是它發生的時候 是在 九九的九二一 所以經過很多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地震已經告一段落了 地震已經告一段落 是重建 那這一次 這一次的疫情 武漢肺炎 我們如果用颱風來講 這個颱風 還沒有過去 等於說現在 鳳梯當時在大 當時在大 當時在大 一直咬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編六百億 就是行政院編六百億 不知道這個颱風會那麼久 那颱風在室內的 在 它正在 當時在 台的時候 還是說地震 地震當時在 當時 那 剛開始的時候 它不知道會那麼久 尤其大家都知道 現在 全球 已經一百三十幾萬 切症 老死亡已經超過七萬年 這跟當時的 完全不一樣 而且這個 現在好像還在地震 地震現在 還在地震當中 不是重建 那 在地震當中 是沒有辦法重建的 是搶救 等於說 哇這個煙煙你死 我把他叫起來 那個叫聲 我把他叫起來 要不然他就沒有命 讓他 不要失去呼吸 現在在搶救 所以因為搶救 他一下子還沒有到重建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如果用 這個 重建金會 那個性質是有不同 我是覺得這次 這個疫情 我們現在根本 到現在很多防疫專家 今天我也問陳建延副總統 他也看不出來說 到底會過 所以說 這個本來就是 不是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預知的 這個部分 應該要把 這個 吉他 這個特別疫情 要不一樣 數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想說 這樣 因為我們 大家都暢所欲言 今天要再說 大家要再 農會大家的時間 我們現在 因為今天不是實質協商 是程序協商 先把這個程序定 那至於說 執行 執行情形的報告 剛才柯總說 真有理由 就說 這三月十八 這麼通過而已 沒關係 就是說 三月十三 公告 這個是總統公告 這個是總統公告 三月十八 公告 所以說 時間還沒有很久 即使大家一定要了解 這個執行情形 我覺得也是很合理 很合理 這個程序 我們就先決定到 下禮拜一、禮拜二 接下來 通過以後 因為這是法案 還沒有談到預算 院長會來 來練習做報告啊 報告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質詢啊 可以再質詢啊 就是說 不受那個三個月的限制嘛 大家 那時候要問他 要怎麼問 都可以 所以說 那時候對於 還有委員會 還有委員會 各地委員會 要怎麼問都問 所以有關於這個執行報告 是不是 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不要堅持 我們從程序來決定 好 聽好實質協商的時候 大家再來討論 看哪 有意見 那時候我再討論 要怎麼做 那時候知道 那個 那個 尊公討論到沒有了 尊公 拿沒有這個報告 也要過 面對到行政議長 我們剛才去問 在委員會 剛才問他 所以說 是不是這個能夠不堅持 好嗎 好了 高委員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修正的這個草案裡面 在第十一條 其實我們已經把金額訂了兩千一百億元 那這個兩千一百億元 我相信主計總處一定也是已經都評估過了 那知道第一期的部分不夠 才會有這兩千一百億元的一個 給行政院做一個同意嗎 那 難道我們沒有辦法在這之前知道 他們目前第一期的進度嗎 這 這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其實昨天在蘇院長他的用會質詢上 他答詢的時候也都同意 那我相信其實主計總處一定都有評估 這些資料也都在 那立法院為什麼沒有辦法去取得這樣的書面報告 這只是覺得 還是沒有辦法很理解這個狀況 那這樣讓行政院做你來討論一下 意思是說要執行到一種程度 我們今天才要繼續討論一下 應該也不是這個題目吧 再也讓挑戰執政黨天經地義 這個都我不反對 但事實上事情的本質上是怎樣 我們先讓清楚 況且也是你們民眾黨自己提出來 第十八條 所以我們當初在提第十八條的時候 也不知道一個月之內我們就會再提第二條 現在就是說 那時候第十八條的狀況 我們現在已經太一樣 執行不到要講二十天 當然是執行疫苗 要看執行疫苗 而且我覺得剛剛政委員講說 我們提進度報告就好像在卡譽算 我覺得這是我們在提出一個正常的 我沒有反對你講給他 但是我幫你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反對你講的話 沒有就是好像說 600億沒發完 所以不能再提第二期 我們並沒有這樣 我相信直播的朋友們也沒有這樣誤解 可是你講完好像變成焦點有點模糊掉 我可能沒有誤會 但是直播的人可能會誤會 我講的是怎麼樣 所以我要把 哪來直播的 所以我說要把這個狀況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看直播了 跟院長還有各位黨團委員報告 關於這個院長 他昨天在接受質詢的時候 他的說法是說 這個第一波1600億元的特別預算 現在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在個概念上 非常謝謝剛才 尤院長對這個預算所做的 這樣的性質的說明 就是說 我們整個的疫情 現在就是還是院長所講的 還是在刮颱風的時候 還是在地震期間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防疫紓困振興 這三個階段裡面 現在還在防疫的階段 那一定程度上 他跟這個紓困預算的執行 他會有一定程度的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干戈的 我舉個例子跟各位報告 比如像清明廉價那個狀況 一方面我們要限制大家不出去 可是呢 另一方面我們的觀光產業 嗷嗷待哺 希望大家都出來 那我們怎麼辦 這就是會打架的狀況 那如果說我一同時 我現在就馬上加大這個紓困預算的執行 我馬上會遇到防疫的困境跟瓶頸 所以這個是要拜託委員們 能夠理解跟諒解 就行政部門在執行前面600億這一波的時候 我們必須考量防疫的需求 那防疫的需求跟紓困的需求 有時候是會兩個是會有衝突的 所以這是第一點 所以這個執行情況 我們要坦白講 坦白講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因為才剛開始通過20天而已 那我們現在還在甚至還在盤點 整個紓困的那個整個實際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現在才剛開始要做而已 所以真的不是說能夠提出一個多麼漂亮的數字 來給委員們唐山 這樣子也是沒有意義的 那我們非常感謝委員們 跟我們共同超前部署 就是說我們不斷前面超前部署的600億 我們現在還要超前部署1500億 所以我們現在1500億 我要回復剛剛講案委員的詢問 就是蘇院長今天也在臉書有發布 我們現在第二波的1500億 我們會加大對個人現金的發放 那這個其實某方面我們也參採了我們國民黨黨男朋友的意見 就是你們一直強調要發現金嘛 可是事實上 我們現在通過對所謂的這個薪資補貼 我們可以加會80萬勞工 自營工作者的補助 還有弱勢補助 減班休息者補貼 擴大就業等等這些項目 這個在未來我們預算編列的時候 我們都會呈現給大家看 那麼院長來報告 也會報告的會非常清楚 委員們可以質詢 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也可以詳細來看 我們這個超前部署 是否OK 做不做得到 那當然委員有意見可以再修改 那以上報告 好 就 蔣偉來 最後 第一個剛剛包括 包括柔院長 包括我們何富密都談到說 這1500億 你們用颱風來比喻 那我就請教 你們是 以什麼樣規模的颱風 青臺 中臺 強烈颱風 就你對這個疫情 你要有一個 預估你才是 匡這1500億嘛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 你初步告訴我們 為什麼是1500億 那何富密第二個 就提到說 我就是舉這個例子 因為今天出來 蘇院長講 他也發了一個圖 說你們要薪資補貼 1035億 是針對300萬人 這300萬人 何富密你剛剛說了 是針對誰誰誰 但300萬人真的夠嗎 我就問這個問題 會不會掛一漏萬 所以我們希望主機單位 你提出為什麼 你們認為就接下來 你是預估兩個月 三個月的疫情 所以你們匡1500億 那這個疫情 你們是認為多大 多嚴重 可能是全球 多少人確診 所以你認為 對於經濟的衝擊 你要紓困1500億 怎麼來 我們只需要這樣子 的一個基本資料 所以不為過 我想這 不是 我不需要這麼細項 但是至少 今天如果說 直接 1500億 對啊 那你怎麼估出來 你針對疫情是多大衝擊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 第一階段600億 沒有人 大家都知道 這是剛開始 3月18號公告以後 執行到現在 只有短短不到一個月 大家也知道 不可能執行完 但是我們要知道 執行的情況 工作 大家參考 這不為過 對不對 這個主機單位也可以很快 整理出來 我們並沒有說 要求你一定執行 到什麼進度 我們才可以跟你第二階段 沒有 只是讓大家了解 我想這不為過 我想院長 你可以做一個裁定 我剛剛很開心 聽到那個我們 蔣委員提到很關鍵 就是說全球確診人數 的確剛剛院長做一個 很生重的比喻 就是我們常常遇到 每年的台灣的刮颱風 現在其實台灣是 輕度颱風也沒有擴大 只是停留比較久 但是呢其他世界各國 都在刮強烈颱風 超級風暴 那因為台灣是一個 外需型的淺跌型經濟 所以我們看到 像美國這種大國 它是內需型導向的國家 他是看到眼前 國內不得了了 他就一直追加 但是台灣呢 是因為外需的市場 開始在追加 開始在擴大的時候 我們不得不跟著追加 所以我非常認同 蔣委員所提到的 我們主席總是在評估 在1500億從600億 再追加1500億 是不是因為我們台灣的疫情 沒有控制好 我們台灣的疫情 控制還可以 只是呢持續的時間 比較久 但是別人家裡施火啊 我們也真的遭殃 因為我們是個外銷導向的國家 所以很多的產業斷鏈啊 不能夠繼續的出口啦 他的內需市場 占了一部分比例 但是有更大的生產來速 外需市場 他並沒有復甦 所以我們的振興的部分 必須要因應著 國外的市場沒有起來之前 我們的度小位 不是國內需市場 可能度一個小月啊 外需市場起來 可能要度兩個小月啊 所以我們也是同意說 也是建議說 附和說 我們是不是請主席處 對台灣這個經濟體 受國外其他地區的影響 而必須擴大我們紓困 或者是我們振興的力度 做一個說明 非常認同 好 謝謝 好 謝謝 很久沒說了 好 現在變成真正節目了 好 這個 因為我們希望 再重申一次 希望這六百億的執行的狀況 再做說明 還是有必要說明 但是不會因為他的執行力 然後說 我們就不給你後面的這個預算 這個倒不會 因為主要還是說 我反而是要了解一點 就是執行能量的問題 就是說時間雖然是二十幾天 好 那過去那個六百億 大家回想一下 兩百億左右是做防疫的 另外四百億是紓困跟振興 所以大部分其實是在紓困振興 防疫的執行沒有人會質疑 就是做很多了 好 但是紓困振興 請問各位 到目前為止 雖然二十幾天 以我去了解的 所有中小企業或是個人 比如說你講的什麼 失業者或是小汽車 小客車 計程車的司機 以及 瀏覽車司機 可能都會補助 我去地方問到目前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被紓困到 有收到錢的 沒有任何一個人 我去問所有的餐廳 新竹 停業的這些餐廳 還有失業的 無薪假的這些人 我去問了大概超過一百個人或是企業 沒有一家 沒有一個 請問你們告訴我們 你們一個月在做什麼 對啊 時間不長 但是給你四百億要去紓困跟振興 振興 我接受副秘書長你講的 振興是在最後階段 要去消費 但是紓困是在第二階段 現在的階段要做的 因為五薪假已經開始了 沒錢繳學費 繳小孩子學費 水電的 這個都開始了 已經開始兩個月了 那我們的紓困輸在哪裡 所以我們在質疑的是 如果我們在編一千五百億 我們的行政團隊有沒有這個執行能量 以我過去這樣一個月看到的 他的針對四百億所要做的紓困 振興先不要講 振興那個骨蹦券跟那個振興券也還沒發 那個我們先不要講 那個預算把它先框起來 因為現在不適合做 但是你前面那個紓困的 到底做多少 紓困是現在要做的 不是未來要做的 紓困 所以你到底做多少 總要了解 我們真的很會懷疑你知道嗎 懷疑說 我現在說給你再一千五百億 主要就是要來紓困 這一千五百億可能就大部分在紓困 不是在防疫 一小部分在防疫 你有那個執行能量嗎 我會懷疑 所以還是請你們要報告 院長 最後讓我講三十秒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是在討論程序 今天在討論程序 所以其實 然後我們高原昨天行政院長也答應他了 如果下禮拜沒辦法提出到底花錢 就是過去六百億到底花在哪裡 是不是再延一個禮拜 因為下禮拜總是進來先協商 總是還是讓我們先知道 今天我們是討論程序 我覺得我們花太多時間在討論細節了 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拜託那個行政單位 就是同意就好啦 好 謝謝賴總召 我看這樣 這個 有關於各位提出來 這個都是非常合理的 執行報告啦 什麼這個 但是這個 跑不掉 跑不掉 因為蘇院長這個預算提過來 他一定要來報告 大家在 我在委員會在那個都會碰到嘛 所以他跑不掉 好 那我們 我試著做一個決定的出稿 讓大家 這個看一看 這個參考 如果說他沒有意見 我們就把它通過 好 決定事項 各黨團同意行政院 含請審議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九條之一 第十一條修正草案 及委員曾明中等十九人 擬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納入一百零九年四月十二號 星期五院會報告事項 並按禁護歐讀 由院長於一百零九年四月十三日 星期一下午二十三十分召集協商 協商完成後 列入一百零九年四月十四日 星期二院會討論事項第一案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緊列上開議案 並於同日完成立法程序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覆議 當日不處理臨時提案 二 各黨團同意一百零九年四月七號 星期二 院會報告事項之 時代力量黨黨團擬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嚴復委決定提醒複議 重新決定禁護歐讀 並散開法案處理 這兩點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剛剛講的意思就不一樣了啊 人家覺得吃到一樣講的就不一樣了 這兩點重點都不一樣 沒有關係啊 就有意見提出來 有什麼不一樣我不知道 今天講成縣什麼 來 可以修改 可以修改加進 完全沒有請進去 來 等一下等一下 他有接現在有來了 接第三點 第三 各黨團同意請行政院 緊述依上開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將疫情及相關預算執行人 向本院提出書面報告 好 就這樣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好 再看這樣好不好 好 現在現在不然 再改一下 就是說 各黨團同意請行政院 於三開議案 109年4月13日 星期一學商時 將有關預算之預估 及執行情形提出書面 別共學商此次參考 這樣可以吧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等一下 我還是 我再講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印這個很乾淨 其實 請各位 立委 有時候 對自己通過的預算 去看一下 那項目是什麼項目 執行是怎麼執行的 還有剛才談到 1500億 行政院開記者會講文化部多少錢 那個都有 都有 都有 記者會都講得很清楚 網路都查得很清楚 今天回頭再問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 很奇怪 下一案 下一案好不好 不同意 不同意 好來 哪一次 問是 你們要改哪裡 我想 我們這邊 禮拜五要禁負二讀 我們沒有意見 那禮拜一召開協商 也沒有問題 那就是協商之前 我們希望行政部門提供的一些初步規劃資料 能給各黨團 對 那藉時再看協商的情形 才能決定 所以 再 第二 強調一點是 第一期六百億 三月十八號開始執行 等於才剛開始不到一個月 還有很多要繼續做 第二階段 一千五百億或是多大規模 事實上 根據特別條例 都可以回收到1月15號 都可以回收到1月15號 所以 並沒有 非得這麼急迫 一定 禮拜二 協商隔一天 我們要看協商的情況 如果順利 當然 隔天院會 可以處理 但我們還是前提要看行政部門提供的資料 那如果他只是很草率給各黨團 我們沒辦法接受 所以 我想比較合理 禁負二讀 好 我們認為 需要 對 禮拜一協商 我們也願意做下來 就行政部門提供的資料 好好來討論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能夠理性溝通 而且 再強調 回收到1月15號 事實上都是可以運用這筆資金的 好 你現在是有條件式 不是啦 他現在 不是因為我們要看禮拜一 我們同意協商嘛 協商大家就好好理性做下來討論嘛 他同意到星期一 對啦 幾旬 朝委 朝委協商 那如果 順利的話 我們馬上要 馬上再三組 協商絕對會沒有 到最後一定 如果 協商或者是提供資料 協商只是談調義內容 不是談預算 調義內容大家都不一樣 難道說 有可能一次嗎 不可能的嘛 譬如說 證明中說要 2200要上3300 還要很多減稅 這個東西 到底可不可以大家談嘛 執政要負責的啦 譬如說 譬如說 強制隔離 因為 你後面有預算 你說要提神話 那什麼可能要先弄清楚啊 不 不 他說要提神話 你說隔離 要 他說隔離 要 強制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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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神話 那個有沒有可能 大家要談啊 書記長 要提神話的意見 那個有沒有可能 沒有啦 書記長 不是時候你 這個黨的版本 要招待前說 都不可能 那 你以為從來沒有這回事吧 那要如果 滿足你的條件 你先講清楚 人家照理的才是 什麼 沒有啦 我們 書記長 在說的意思 也是善意的啦 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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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意思 你們 在禮拜一 當然要開始協商 他這個都同意 那 我們現在行政院 這邊也同意 我們民眾黨 這邊的意見 把相關的執行情形 跟匡內的規模 是怎麼計算的 這一些做一個簡報給我們 但是 在這個當中 假設我們 協商的過程裡面 這個大家都沒什麼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 進行後續的程序嘛 但是我們今天把它設定說 一定要在禮拜二 那好像我們 我們 我們不是叫我們 北區說 拜的就要再開 都要 不用就這樣啦 假設 順利的話 我們也不是說 我們要反對啊 這不用就直接 正一個 我告訴你 我覺得贏就好啦 國伯 我都覺得 你都這樣 哪像說 都沒有留一點點 他就讓這也沒去 院長 我是不是可以先把第三個決定 是向我們民眾黨團 修改的建議 先唸一次給大家聽 好不好 因為第二點跟第三點 其實分開處理嘛 好 我們這邊建議修改為 各黨團同意請行政願於上開議案 109年4月13日星期一協商前 把史改成前 將有關追加預算之預估 及第一期預算執行情形提出書面說明 因為這兩件事情的主詞不一樣 剛剛沒有加主詞 我把它寫得清楚一點 然後閉公協商實質參考 以上請各黨團同意 書面說明 不要口頭簡報什麼的 就是給我們文字比較好 之前提供的話 我們可以看 來 那個高委員剛才說的 你 文字我不知道 意思是說 拜日要學生的時候 我們成功主義處 不要這樣 叫他先說明一下 沒關係 說明一下 你沒關係 說明一下 你不知道說 這三文你沒辦法 你就沒辦法學生 不會 我們說這個叫他先說明一下 不要這樣 柯總教委 要跟你講一下 我其實看到媒體的說明之後 其實我們都有去找網路上哪裡有細部資料 甚至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也會質詢各部 但是他們都沒辦法告訴我們細部資料 所以才逼得我 昨天必須跟蘇院長直接提出這個事情 西部的資料要 要預算送進來才有細部 沒有我講的是第一期喔 連第一期的資料 我們都拿不到細部的資料喔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 一個比較 需要在院會請院長來幫我們 就是提供資料的關係 沒關係啦 只是跟您講一下 我們有難處啦 不是有難處 我們都互相體會啦 我們今天是為了 為了疫情的關係啦 大家都知道 這醫療變成安全 天有不遭風 也能有擔心服務 這疫情要安全 大家都是這個心情 我們注意的事情 但是 總是合理防衛來 我相信 市民黨本來就要接受啦 合理防衛來 你說 報告之後 大家要來學生嘛 那你讓行政院說明一下 來 讓行政院說明一下 就是跟院長還有總道 以及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這個協商錢 這個提供可能 是不是還是我們協商時候 一併來提說明 對 因為就是說這個協商錢 因為其實禮拜一很趕啦 禮拜一對我們來講 其實也是很滿趕的一個狀況 那麼就是說 這個我們還必須跟各部會會者 然後還要去做整個這樣子的一個 這盤點 跟這個統計 對 所以是不是可以 我們在協商的時候 我們就一併提出說明這樣 最少你在禮拜一早上給我們 沒有啦 沒關係啦 給我們 給我們一點時間啊 不要看啊 OK 你早上可以 沒有啦 辛苦就好 這人不去的事情 就大家辛苦咧 你協商的時候 你就要提早一下 大家辛苦一下 大家玩玩就好 沒有啦 這是這樣啦 那六百萬跟未來 都是先安開的 先安開 可能要用來什麼 其實本來就是沒事啦 安開 看疫情要發放嘛 包括coupons不可能這樣要發嘛 所以我們是 我們是傳給子彈 要用的嘛 所以才二十天而已 當然 制衣力絕對不好了 但是那個代表不執行喔 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說我們沒有執行能量 那一面發就大家也會發 對吧 你 你 不可能 絕對有執行能量的 所以這個 我剛才是會執行 好了 好了 主席柯總好 就是 我想我們理性討論啦 這個事情 就是說 程序上面 我們都同意 禮拜五進福二讀 禮拜一協商 那協商 不管是之前或當天早上 我們希望能夠至少看到初步的資料 供我們參考 那協商我們就好好討論 那為什麼我覺得 不需要這麼急迫 第一個 因為剛剛 主席總罪也講到 六百億 大家也知道 才執行二十幾天 還有一部分 可以繼續用 繼續用來紓困 第二個 這一次第二階段的規模 也達到一兆五百億 那一兆五百億 一千五百億 扣掉一千五百億 還有九千億 也是可以繼續 不管是從一般預算 以緩計及 都還持續在做 我覺得至少 我們希望 各黨團 大家 禮拜一協商的時候 好好的來談 就這幾條 然後就 行政部門提供的資料 我們來看 如果 的確 是能夠真的 就疫情的發展 能夠幫助到 各產業 勞工 低限執行 防疫工作人員等等 那沒有問題 那我們馬上 禮拜二 就可以處理 但我希望說 至少 等到資料來 大家在協商的時候 好好討論 因為 剛剛講到 回溯到1月15號 後面通過這些 都還是可以涵蓋到這邊 受疫情影響的產業 中小企業 都還是可以適用 所以沒有 一定 要到下個禮拜二 就馬上處理 當然如果協商順利 當然可以處理 但我們還是希望 能夠至少 禮拜一協商的情形 我們希望 好好來討論 到底 下禮拜二 是不是一定要算讀通過 當然 大家可以來討論 我們期待是能 早點處理 就是這樣 現在說 到底這些錢怎麼執行 我想 那個 1500一種配置 其實 禮拜四記者會已經講很清楚 文化部多少錢 那個多少錢 都有 當然 都有框出來 至於西鄉 他 十六號 宴會通過的時候 才會有那些很完整的東西 我想 這個 行政程序是如此 所以 十六號送來以後 雖然 備刑 要付委審查 所以 我們今天講 僑域的問題 因為 坦白講 各部會非常忙 大家 全國都在期待 政府有什麼作為 每一個都在想說 這個錢太少 國外多少錢 我想 乃至於我們自己的黨團成員 都很懷疑 我們這樣能不能足以應付 所以 為了 每一個都需要 希望政府補助 還有優先順序 要怎麼排 所有每個產業都遭到很大衝擊 我想 這個是 需求面 全部斷念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我們 我們 我們假設說 這些錢放下去 有時候 是否能解決這些問題 那我們希望 早一點 能夠通過大臣的安心 當然 最好 用不到最好 對不對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現在理想的說 我想這一題要結束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 換下一題 我是覺得 大家著重一下 事實上 如果說要說 預算的執行情形 應該是法案 就是法律 特別條例修改以後 預算提出來之前 再來做 你現在後面做這麼多預算 你預算執行情形怎麼樣 我是覺得 這樣是比較合理 我想要多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 就是說 我想要報告一下 大家想一想美國 當我們在 特別預算的時候 川普那時候說幾百億 現在多少 現在是兩兆 兩千億 你看 時間很短 就從幾百億 就跳到兩兆 兩千億 那台灣現在 這樣 如果兩千一百億 等於七十億美金 人家兩兆 七三三百倍 那是一兆多 我們說兩千一百億 那也是一兆多 那也是一兆多 那個都是有包括 那個融資的部分 對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要講的是說 美國它在很短的時間 跳得非常地快 美國在國會裡面 卡好幾天 他還沒討論很久 我要講 就是 這個 不可預測性很高 很高 好 好 要怎麼 要怎麼 要壓緊先 好 可以 這個損失也損失也損失 蛤 那如果這禮拜 這禮拜 這禮拜是要說條例 你說二三三 又有人 因為 如果在 預算 在預算 誰會要審查 怎麼樣 上次預算提了180條 主決議 來個後面再加20條 怎麼提了200 200項主決議 因為次序應該也是這樣 四十幾項而已 就是先這個條例嘛 現在就是說先處理這個條例 這個條例 處理了 然後下一個階段 預算的問題 預算的時候再提說 你的預算執行其實怎麼樣 我是建議這樣 當然 就是說 預算 我們現在應該要禁 嘛 第一就是你禁 怎樣的情形 要讓大家了解 執行的狀況 要讓大家了解 這也可以同意 就是說 現在可能 次序上 先處理這個條例 這個條例 過了之後 然後 審預算的程序 再 嚴格來審 可以嗎 順序當然是如此 我們都 不反對都同意 當然是條例先過 再預算 這個是沒有問題 那這一次特別條例的修正 當然很重要 是關於 應該要匡列這個預算嘛 所以大家才要理性討論嘛 所以我認為 我們也同意 禁負二讀 禁負二協商 就好好討論 那在這個結論上 就不要壓這個 非得 星期二來處理 協商順利 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就當然禁負二院會來處理 我覺得這個才是 真的 國會必須 就是站在這個立場 好好的來就 特別條例 之後的預算 來審查 來討論 對啦 否則禁負二的協商 真的就只是一個行事 因為都預期到禁負二要 禁負二要 禁負二只有 我是要說 不要給大家 禁負二 只有條例嘛 這一條其實很重要 三個版本喔 那那個 立法律是不一樣的東西 沒有辦法滿足所有人的版本喔 我想講清楚 你不要說這樣的話 不幹了 再來慢慢搞 不會啦 大家 反正前面再看待了 沒有關係 何語變成牌語氣 講到十八七八氣 一酸翻一酸嘛 對不對 條例反條例嘛 我沒有說 我再的人條案是非常合理的 合理我們要接受 我們在何語範圍內 大家共同來接受 好 沒關係,你要想拜余,我也沒辦法啊,我們要尊重你嘛 你要這樣,我們要尊重你嘛 我拜余,看你沿著他村,再來搬這些,沒關係啦 不是,這種條例是條例,預算是預算 然後要講一個道理嘛 好像是卡著卡住,在一堂不是這樣當的啦 如果設定禮拜一疫情就怎麼樣,他也是好意耶,不是說 幫我早上,我幫你在協商說,我明天放給,放給陳一貞 你們也是一樣,抓一個尾巴在幹什麼 好啦,我拜他先 你如果要這樣也沒辦法啊 好,要不要不要自己啊,就是要跟 我講話,我講話,你講話,你講話 沒有,我沒有,我沒有講話,我做你的事 這事要的事 我跟他說,大家要找這個節目,畫多重點 你沒有,我就要再砍一遍好不好 因為大家,誒,五點了齁,你們大家都很忙 我砍一遍,看大家 一,各黨團統一行政院寒情審議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信特別條例 第九條之一,第十一條修正草案 及委員曾明中等十九年離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信特別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納入一百零九年四月十日,星期五 宴會報告事項,並按禁護押讀 由院長於一百零九年四月十三號,星期一下午兩點三十分 召集協商 二,各黨團同意,一百零九年四月七號,星期二 或院會報告事項之時代力量黨黨團擬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信特別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嚴復委決定,提醒復議,重新決定禁護押讀,並散開法案處理 第三,各黨團同意,請行政院於散開議案 一百零九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前 將有關追加預算書預估及第一期執行情形提出書面說明 送各黨團,並共協商時之參考 等一下,我要講 等一下 我要了解,我們本來是從下禮拜的下午討論事項來處理 五二是一次會,這禮拜換下禮拜二是一次會 那我們現在,現在這個沒有,你現在這樣處理的話 就是下禮拜二全部不要處理了 所以你要保有可能的空間又不可能的空間,大家講清楚嘛 假如選項決定你覺得不滿意,你不簽的話 禮拜二就沒有辦法表決嘛 那你們還有一個保感的潛力嘛 但是你現在這樣全部讀了就是 成功拜禮五二是一次,我們就沒有,宴會怎麼處理 那宴會怎麼處理,就不排這個議程啦,基本上拿空轉 所以五二一次會,你現在,我們現在 先安證說八二二要處理,我們現在 不好也沒辦法,沒簽也沒辦法 這樣嘛,好不好 所以你要兩邊的顧慮啦 你這樣這樣顧慮一邊的話,我們今天都白談了嘛 好 那議程的軍委還沒有安靠,我們今天是議程 沒關係,你如果沒有簽就沒有出力嘛 你們排的時候,你們排沒有,我們在這裡都在這裡 對啊 那我們議程照牌 那我們議程照牌啊 你們排下去,這沒意見 但是在這裡都在這裡,不是我們今天同意 啊你要排,你先排,沒關係 那我們議程照牌啊 這樣喔,我們議程照牌啊 議程照牌啊 那這張照牌 那因為條例沒有幾,只有四幾很簡單啦 那條例沒有辦法就處理嘛,就表決嘛 你要八個是在,要挑戰是在議算面嘛 好不好 議程照牌嘛 議程照牌這個大家的默契,就沒有寫在上面 但是大家有默契啦 好,那這個就 好,那我們就 請就一案就好 對,那就是要這樣決定 那下一案 還有下一案 還有下一案 沒有啦 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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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來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好,說明一下 那議程照牌,怎麼看啦 議程照牌 議程照牌 那這個要怎麼看 我來,那個就是議程照牌就對了 你們就,議程照牌啦 來 tast了 對不對 錶好,這個問題寫.. 那我來個委員同人 א 然後 SBS 如果 hurry 郁蓋 核東 aupt lá 並沒有的費衡 這啦 好,我們第三案就,請... 還怎麼可能 income 來 來,下一案 也是要來跟我們在野黨 各位黨員來做個說明 那也要拜託大家 一起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謂前山基礎建設 當初前山基礎建設 條約通過的時候 一送來是 八年八千八百億 後來砍掉四百億 變成八年八千四百億 後來在朝野鄉的時候 把分兩期 請醫師呢,不要再走來走去 你在槍 都等一下再說好了 沒有 所以 那 當初為了秦灘 我想 那 對於前山 挑戰性也很大 說什麼 債留 什麼子孫展等 但是前山一做下去的時候 到今天為止 我想 各執政宣示 大家都要求前山要繼續做 那當初在這個條約的時候 因為 朝野都有衝突 在條約上面 把它切了兩半 就是 防疫stal 信心 新鎮 牠 那這個地區橋 那他特別 那時候我去協商 我想 那我跟賴斯堡 後的時候第七橋i 寫說 第二期的時候 第一期主席完畢,第二期的時候要偏4200億 需要立法院同意 今天我們第一期已經處理了 那現在,當然第二期要處理的時候 我們要先同意,他才會去偏 偏的時候可能下廢期,後廢期才有上來 所以主席黨也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就是說 對於這個問題,是不是大家對於前瞻二期的部分 能否與你同意,讓他去偏 就是這個題目而已 主席,我想 關於前瞻第二期 這個4200億 預算的籌編案 我想,第一個可能 等一下,是不是先請法制處 就這個案子 來說明他到底是什麼性質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議案 這第一個 他到底是 法律案 還是屬於查照案 這個法制局要先釐清清楚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 目前我們只拿到了一張關係文書 關於這個 前瞻第二期 的籌編案 只有一張而已 那今天我們召開協商就要來處理 要同意 這要怎麼來做 所以這第一個要先釐清這到底是 什麼樣的案的性質 另外 當時前瞻計劃 都有這一本 核定本 核定本 我想柯總召知道 但是在座很多的 委員 包括院長 我相信你也都沒看過 更不用說民眾黨 這一本後面 就有一個 當時 在106年編列8年為期的一個 計劃 經費統計表 當時編列這個 但是現在 從106年到現在 到109年 三年 到底 現在執行的 如何 就是說這個表 至少你要有給我們一個更新的資料統計表 這個後面 包括 水資源 城鄉 綠能 數位 軌道 這一份 一定有更新嘛 這個更新 一定要給立法院 這一份 我想這個要求不為過 所以我想以上三點 先是不是請 第一個法制處 因為這個關係文書 到底 我們要先 定義 它是一個什麼案 我們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這個問題 院長我們是 院長我們民眾黨是不是表達一下 因為我想說這次的紓困條例其實 到底2100億到底夠不夠 搞不好你剛講的颱風繼續在刮 地震繼續在弄 其實這個錢到底怎麼花 其實事實上 還沒有確定 所以我個人認為 那個民眾黨認為現在 是不是 這時候不予討論 就是 等 這次的疫情結束之後 到底 因為這次的疫情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搞不好到時候2100億的特別預算又不夠 對 那到時候你又要提出來 那我覺得這時候再來提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意義 是不是等這次疫情之後再來討論這件事 院長 總議長 邱總召 對這個 因為他的第七條 他規定是要 立法院同意 那我有個疑慮 因為他的條文看起來 他是說 以四年為期程 這個新台幣4200億 但是期滿後 後邊 預算及期程 所以 這個可能等一下機關是不是要 這個說明一下 因為他是以四年為期程 那他的條文裡面規定一個期滿後 然後後面才是預算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這樣的規定 那所以 第一個問題 應該是說 那這樣 現在看起來還沒期滿 那是不是 可以進行 這個部分 我的 我的疑慮是 這樣子 我先請法治局 收明一下 因為跟剛才國民黨團有其中 來 法治局先收明一下 院長還有各位 那個委員 跟 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106年 7月7號 通過的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條例 他所規定的剛剛那個邱委員 已經有提到 就是說 以四年為期程 那預算上限 就是說 如果過了 他期滿後 現在是沒有期滿 但是他這個 我們條例要先過 所以他這個還是我們立法監督 就是說 還要經立法院同意後 那當然是不能超過前期預算規模 跟期程 那以特別預算方式 編列 那分期籌編 這個是條文裡面所規定的 第七條 那我們在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議程裡面草案 就是說第八次 他也是 行政院來 他這個在第28案 也是一樣 這個為支援前瞻基礎建設計劃 後續四年的經費 請依前瞻基礎建設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同意辦理 預算筹編 必須要這個特別條例 通過之後 跟我們這個SARS的振興 這個紓困 這個特別條例一樣 就法律案先通過之後 然後 以這個為基礎 再編列預算 這樣才可以 報告完畢 總召 有關於 剛才民眾黨講說疫情結束後再來 這個疫情什麼時候結束沒有人知道 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是法律案 當初是 八年八千八百億 後來 三年八年八千四百億 分為兩期 分為兩期 所以第一期已經 快要結束了 所以要籌編第二期 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今天我是在 因為行政院已經來涵了 但是大家做個意見的交換 那因為為什麼 要因為 假如一直偷偷偷偷 沒有廚餘的話 這個八年八千四百億是沒有辦法執行完畢的 因為它有期限了 有期限了 所以 信你搞了 信你一定不搞 我們已經 要動於再去投編預算嘛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 那我 今天問二所來涵 當然 這個 這個 這個第七老師這樣學 所以要來問你 請問來嘛 當然我們在這裡做個交換意見 這兩個題目而已 兩個面向嘛 一個就是說 我 我不同意你再拼了 就到這裡為止 那時候 工程的影響性 會發生問題 結果我同意 然後我們就要照程序來處理 大家 怎樣處理 尤其現在 我在講 為什麼行政院來了 時間到 時間他也必須要來處理這個案 那在這個疫情中間的時候 我們包括現在在談一兆零五百億 有的是遺反跡 就擴大建設 全世界都是如此 美國也是如此 政府趕快支出 否則 警區會一直 當下 GDP一直下去 那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本來是要執行的嘛 所以他這段疫情 是 的關係度 要真真真講的話是 因為 這個要執行的話 會對於整個經濟 經濟發展上 當然是有幫助 對於我們景氣上 能夠促進 消費 整個 層次效應都會出來 所以 在一千四百億 那個遺反跡也是這個意思 所以今天我們要在談一個 我要同意嗎 就不要同意 不要同意 然後我們也有神信心來處理 大家先跟我一家意見 好嗎 好嗎 願 這個 你跟各位同仁 黨團幹部 這個 前瞻基礎特別條例 你們這些主親的 有的 對啦 你們三個都有啦 他有啦 我們這裡可能都沒有啦 這一次我還沒來啦 所以 上一次的前瞻建設 預算 四年四千 兩百億 你們邊的匡列 三千三百億 到底目前 執行的情形 怎麼樣 實際人進水 拿出來說 我們就要來 動議到不動議 我們基本對過去都一無所知 這 也要給我們一點時間啦 讓我們去看一下 第二個 如果說你 要讓我們了解 至少你讓我們 稍微了解一下 你們現在執行的進度 或者執行的狀況 大概是 怎麼樣 接下來 我們可能整個 八年八千八百億的規模 我們到底有哪些需要 以環季節也好 或者哪些需要加強的 或者是 我們新的民意進來之後 是不是 我都給你們 拿一些意見給你們 你也要讓我們有一個時間 準備 第三個是我們剛剛 司機長講的 就是說 八年八千八百億的部分 當年是有這樣的一個 前瞻基礎的建設計劃 基本教育 我們都沒看到 我自己在第一邊看到 我們看 我們還沒有看 第二個 是不是你們這台頭 八年八千八百億 沒有底下你們現在公務預算也有編了 也有一些有編了 有一些可能是你們已晚自己的狀況 所以你沒有底下 輸要加一大的錢 我是覺得 可以不可以 現在疫情又這麼緊張 你說你真的有辦法去執行那麼多 你們 我們現在政府說要開糧倉 要提早去執行 然後增加政府的投資 這我們都同意 但是你這行的 你這行不行也不知道 在這個經營之下 我不是反對 我是希望說 讓我們在新的一段時間 稍微消化一下 這個讓我們討論一下 不然這部也讓我們 沒關係 我今天把這題目拿出來 大家心裡要有底就好了 好不好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好不好 對於整個經濟的發展是有幫助 對 我們對我們也是支持 趕快政府扣到投資 大家想一下好不好 好 拋裝演藝一下 好 最後講一句啦 因為剛剛那個法治人員他似乎不太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這個條文有很多構成要件 那在這個立法院同意跟不同意前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條文事實上 他寫的是說 這個期滿後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立法律要有很多構成要件 這個構成要件有沒有具備了 這是一個前提要件 你四年有期滿嗎 他看他這個寫法 我當然不反對 就是說 你如果要修改的話 我當然也覺得 這個不反對 我是說 這樣的解釋 是不是 這個解釋應該是說 四年期滿後 然後經立法院同意 然後後面還有很多的要件 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第一課可能都 還沒辦法 達成啦 我剛剛意思是這樣 但是好像 他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 可能大家也可以 思考一下 是不是這個條文 應該是這樣 解釋比較妥當 我補充說明一下 第一個 不是今天如果同意 今天當然大家現在沒有結論 不是同意開始編列 就好像同意那個預算 這個不是啦 而是說也是在開始編啊 我們當初第七條是這樣寫 如果今天沒有共識 也沒有關係 第二個回答 邱委員的 看法啦 因為 前三基礎的預算 不是民進黨 16年上來 馬上就有的 所以我們大概現在執行的大概三年多 你的意思是不是 4年結束了 執行4年結束才開始編 調文這樣寫 那樣的話 你中間開始編 編完等到通過會變第5年才開始 中間 比方要讓幾年啦 所以他現在只是說 如果立法院同意的話 他就開始編列 第5年開始要做哪些事情 哪些錢 我意思是說 如果解釋上 是說要期滿後 買讓改這條例 我也不反對 我是說因為他的條例是無邪的狀況是怎樣 這條例 當初是冰荒馬亂的時候啦 那時候也丘頭打鼓撒妹粉什麼都來 潑水都來 那麼 每次審查的時候都沒有辦法審查 衝突很厲害 在那邊協商過好很多次 所以那個 這個條例 因為 前提是8年要把執行完畢 那第一期期滿 當然要執行第二期 研議就是說第1期嘛 當然要再執行第二期 那當然第1期 已經要 一定要立法院先同意他才可以先去 去陪他送進來嘛 這樣才有閒接性 應該是這樣的研議啦 好 已經暫時不處理了 我們接近不處理 但是 講市長 所以最後 是不是請院長財事 請行政院 將新的更新資料 送給各委員 因為包括民眾黨 我相信院長也沒看過啦 更新的資料送到各委員 好 這時候都有覆蓋決議 他們要照時間給啊 那你們應該 好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行政院 這個 講 司機長 司機長說 那一本那一本 沒有啦 更新 你要新的 更新的資料 更新的資料 那個更新的資料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個主管機關是 國發會 我不能帶他打 謝謝 那個轉場 轉場國發會嗎 那個時候 負財決議就要要求他們要 提供送資料 他們會照那個時間送 好 前瞻預算的 查照案的處理 我們尊重立院的 這個協商的討論啦 那 關於這個資料更新 我們 回去跟國發會來討論 趕快送過來啊 趕快送過來啊 有沒有更新款 所以送新的 最新的資料 給我們就好啦 好 好 每年效率 沒關係 我看剛才已經說 這個暫時不處理嘛 今天暫時不處理 但是我要 有一句話 我想 有過去的經驗 就是 他竟然是 因為我也是新科的 我講的不一定對 但是 依照我過去的經驗 就是如果他是8.8100 或者4.4 8000億 或者4.4000億 變成兩期 他基本上在發包的時候 可能有的 他是屬於延續性的建設 延續性 連續性的計劃 所以如果說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 讓他 連下去的話 可能會有的建設 第一期 蓋 我這個第一期蓋 第二期就在這邊 這樣可能對建設會不利 而且會影響到 就是各縣市 各縣市 我就讓大家參考 今天就不討論啦 我們就到這 到這裡 好散會 謝謝大家